我覺得有兩種可能 一是大家懷疑的 現在是柯昌有心結 因為大家也知道過去 我又要講一下 過去我們在同黨的時候 他其實是一個所謂有自己派系的人 就是大家要為他世尊 他是昌派的領袖 那他現在進到民眾黨 其實當初這裡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接下來他跟柯文哲這種 兩個太陽的狀況一定會出現 那果不其然嘛 如大家預期的 就是變成說 只要黃國昌非常的有聲量 然後搶到白面的時候 我相信柯文哲一定心裡非常不適滋味 那當然我覺得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是 他最近真的就是long stay到很放飛 他最近 大家有發現嗎 他最近有點不問世事 他想從那個雲林輔選完回來 就是他已經大家在講什麼 然後立法院在討論什麼 他都已經不知道了 他回答就會說 這個我不知道狀況 然後就是可能一兩句 他就想要把它吵吵結束 我覺得他最近也有這種狀況 就是他真的已經超級放飛到 不太了解這個 此人世間與我無何干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他最近的阿伯 確實不像以前 以往他就是還是很希望 在每一個事件上面插嘴 所以呢當然我覺得這件事情 他要下來評論就會變成 因為確實如果這個鍋他要背 他才不要咧 他是阿伯耶 那他就覺得 這是黃國昌自己在立法院裡面的矛盾 他自己被火燒的問題 當然是黃國昌要自己解決啊 所以他說一個說黃國昌 要讓黃國昌自己去回答 我覺得這完全不意外 就是畢竟這個是大家對民眾黨的質疑嘛 所以他就覺得現在我們就是 這些有要火燒屁股的事情 不好意思啊黃國昌來回應 好這個雨萱幫我們看一下 今天早上我們剛剛不是在討論說 這個柯文哲最近的聲量都不見了 沒新聞 你記不記得好像兩個禮拜前 我們在討論柯文哲的時候說 他那時候什麼事情可以上新聞 就是他在賣療浮選的時候呢 把這個被四叉貓抓到 把人家那個警衛比喻成狗 然後你就說他現在要罵人是狗 才可以上新聞 來他今天上新聞是他去出庭了 結果呢柯文哲從北檢二樓偵查庭下樓後 得知作證還可以領證人履費530元 一度笑著說一定要領 問到黃國昌他說去問黃國昌 但是證人份530塊一定要領 沒有啦我這樣講 因為之前柯文哲在賣療的時候 我就講過三個字 我說那叫避風頭 避風頭要有東西避嘛 就來啦 柯文哲阿伯真的來了 船票來了 為什麼我說講避風頭你仔細看喔 那時候台北有好幾個案子嘛 金華城 台治光 北四科 然後加上如今的這個余金堡的 這過去你在告發的兩億美金案子 一大堆啦 你要數我數十條都給你聽 現在藍綠還聯手要出避掉查庭 對嘛 漁果市場嘛 北流中心嘛 這是櫻圖嘛 對不對一大堆啦 你完蛋了嘛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你講 柯文哲就是要閃這些話題 所以才跑到賣療去美 你看他去他賣療 為什麼說是避風頭 有好處啊 第一個搞不好可以跟王文淵 聊聊嘛 他自以為啦 他以為說可以取代許忠富 可以跟王文淵趴頭趴頭 想得美好不好 這個夢慢慢做 這第二件事情 他可以避掉所有台北市 甚至是政治中心裡面 來的風暴跟爭議跟挑戰 所以你看他去賣了之後 他就不回到台智光了 但早晚都得來嘛 所以你一直在講說 柯文哲為什麼最近聲量這麼低 我跟你保證 他聲量從什麼時候開始低 你知道嗎 第一個就是 他最近本來就有點過氣了 第二件事情是 他自己主動不講話 你知道他主動不講話嗎 現在看懂了 他絕對收到船票了 我講好幾天了嘛 我跟吳子夏已經講好幾天了 我說你就等收船票嘛 早講晚講 你看是不是收到船票了 各位這分幾個層次來談 第一點 請問余金堡這個case是什麼 是個爛事啊 余金堡這個case 講話就是看著報警 的自己戴不了完了 說要翻篇了啦 不說了 沒有啦 我跟講騙過了 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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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張魏相鈞 魏相軍 安菁姐你知道嗎 成戰上禮拜都去了 這就是一批一批約的嘛 我當過證人 傳票什麼時候寄給你 一個月嘛 你時間退一下 那時候剛好在哪裡 去賣療啦 差不多了 你科文哲早就知道自己要去了啦 那以科文哲以前的個性 我訪問一件事情 以前科文哲如果被告 他會講說什麼 我跟妳講 政治追殺 我馬上進一個傳票 叫我當正人 無聊 到處宣傳嘛 大吼賞嘛 他為什麼不敢講 你科文哲為什麼不講 你收到傳票的時候為什麼不講 叫你當正人不講 你怕你講了之後正人轉被告嘛 可能是可能嘛 余金寶這兩億美金的案子 對不對 涉嫌公務人員選辦法 請問一下誰會是犯罪性主體 正人直接約你去了解一下啦 因為案情還不明朗嘛 明朗之後就有機會轉被告 我們科文哲當然講都不敢講嘛 因為他很清楚 關關難過還有關關要過 今天余金寶這關過了 你以為就沒事了嗎 沒有啊 藍綠現在每天生子彈給你啊 講話現在也是感覺 就是對你磨刀霍霍的啊 而且最主要的是 你現在手上拿誰的票 你拿中間選民拿年輕人票 那個是誰的票 原本是誰的票 原本是蔡英文的票嘛 那沒有轉到誰手上 沒有轉到賴清德手上 那賴清德一定給你輸贏了嘛 怎麼會放過你啊 正名簽就擺在那邊給你看了嘛 所以柯文哲很清楚這一點嘛 所以你現在回過來看 北檢這個案子特別有趣喔 余金寶這個案子 其實檢察官接受告發 他有兩種處理方式 有一種就是他直接牽結 連偵察庭都不開 今天柯文哲開的這個叫偵察庭 換句子就是代表對於檢調來講 他有意想要去查這個案子嘛 他不要讓他翻頁 對嘛 其實也可以不查這個案子嘛 我坦白講 這個案子可查可不查啦 但檢察官為什麼一定會查 如果我是檢察官我都查 安靜姐你知道五六月的時候要幹嘛嗎 人事大吊動 檢察長任命 主任檢察官升任 派任 大風吹 我這個時候趕快把柯文哲這條給他起訴下去 保證升官發財 藍綠都支持 國民黨給你拍沒話 也不會對你有意見 幹得好 good job 對不對 現在問題中文是這樣子啊 所以當然去處理他 所以你仔細看喔 今天柯文哲跑那邊喔 還故意講說什麼 喔我跟你講喔 這貼補價也有零 530塊 我賺人費啦 不要故作堅強 強言歡笑了啦 柯文哲 我給你保證 昨天晚上是不是地震 大家都睡了心裡七上八下的 而柯文哲根本沒睡著 為什麼 他看著那張船票 跟他之前有沒有看到 他不是躲在桌子底下握著麥克風嗎 我給你保證 昨天場景不是 昨天是他握著他的船票 躲在他家的桌子底下 他看著說喔 然後地震一邊震 真正害怕的不是地震好不好 是害怕手上那張船票 因為你如果擔心自己沒有舞台 你以後不用擔心了 立法院都在 委員會都在想說我都進不去 交給黃國昌 因為你現在有自己的主舞台了 你不用當森林公園之王了 以後你當北檢之王 你就天天去北檢報到 天天都有畫面 天天有美光燈 天天都可以走星光大道 最後還可以幫你安排好 一路走進土城科手所好不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